中文字幕——YK 蔡伟豪身高187公分 长了对手5公分 臂展上是193公分 也是长了对手3公分 刘昊阳手里面的手战 蔡伟豪有过一次比赛的准备 刘昊阳一上来真的是凶啊 也是一位泰拳系的选手啊 之前在17年的时候 全国青少年探拳键标赛当中拿到了71公斤级的冠军 然后后来也是转到自由搏击 其实在17年的时候 他在散打键标赛当中也拿到了75公斤级的冠军 但是双席练整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 刘昊阳的确是犀利 这个前摆啊 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刘昊阳 戳号种虎 就是这个代时而起的绝世奇才啊 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他们俱乐部的老板给的起的戳号 也绝对是对他寄予了一个很高的期望的 对啊 大家有一个厚望啊 而且这一次我们直通胜点这75军军级当中这几位运动员 因为这是第一场比赛嘛 后面这几位运动员 也都很厉害 看着就可怕 8位选手 我们依然是这个单败淘汰 是的 胜者晋级 三轮晋级赛后每个级别的冠军直通 2023年武林封全球公布胜点 是 75这个级别 可以说绝对是新人队老将 那位拳还是很重啊 到这个级别人拳的重量感就来了 对 我们在这儿也是听着喷喷作响 等一等 答案等一等 这个全白 哎 这个上灯啊 就是一个 后手 今天上来刘浩阳的这个拳在第一回合 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利好啊 是 那反观 岔个豪这边的这个 防守端就做的没有那么多忙西了 就是做的不好 所以对了对手太多的空腹 左! 左! 左 ! 左! 左! 这拳处的优Bar 欄比Trade 打得好好 打得好像是略有点保守啊今天 就这样的保守的打法下去 越来自己的这个士气越来越弱 没错 就是你看从就是前半段的 就是正面硬刚都会有点顶 看到现在已经开始被迫的去做移动 对其实他的拳还是有质量的 反正他的前走跟后走打得拳的线路 走得还是不错 但是我个人觉得刚刚那几个拳 就是因为他的摇闪 就是太吃对手的线路了 他就是在摇闪的过程当中 对对手叭一个迎击刚好给打上了 对 就这样的一动对他来说可能 显得有一点点吃亏 或者说做得不够足以对手 好 直通胜点自个战75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 这是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全域格斗的刘昊阳 南方选手来自浙江东阳英雄的蔡伟豪 是 你说话 刘浩阳已经四个高扫上头了 还好蔡卫豪这边都防住了 但是防守端做的还不错 手拿的比较高 但是目前的这个状态有点打杀带了 对 对 内围之后要给对手一定的限制 全腿的结合还是要多多打一打 对 再做压着压着压着 这并不是太高 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蔡卫豪来讲 还是要跟对手再去想办法打一打距离 而不能让 你看现在刘浩阳这边很轻易的就往上顶 然后他要得往上顶 但是顶上来之后轻松到了内围 刘浩阳的进攻输出明显比 比蔡卫豪要多 而且效果要好这个高扫 防守端做的不错 但是你不能一位的防守啊 比赛不能把自己当成杀代 蔡豪今天感觉这个状态不太激起 没错 这感觉就是愣头往前冲 但是我们还是讨论那个问题 就是你冲进内围 喂的是什么呢 冲进你之后该干什么 对 如果你没有动作的话 那我不如在中间距离 我打一打游走 找一找机会 而不是就是冲进内围之后 给对手去当沙袋 站着 那对手打得很舒服 就是你虽然你看防守端做得不错 对手拳基本上没有进来 但是你连续的背对手进攻输出的时候 万一你防守端有一点点的松懈 如果被打晃了 比如说你的中心没有控制好对吧 一旦露出空隙 然后对手的一个重心上来 就很有可能被打掉 尤其是75公斤级啊 拳比较重 对 拳比较重 到 拳比较重 拳比较重 又是上来了 哦 上来之后脑袋不明白了 对 哎呀 这孩子真是太执着了 有点仇人啊 你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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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死步吧 你先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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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杜莫要出 别等对手啊 别等 对 这个杜莫要出 就是你又不是说你 咱们反方向说 你又不是说你现在你的拳不好 对 还是有的 对 还是有的 可以打出来了 哎 这把杜莫能够 还是能给出来 有效果啊 能奏效的 加油 加油 最后几秒钟了 第二回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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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 不要 要签点包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果 其实我们看啊 在整个看这一回合的比赛 包括第一回合比赛的时候呢 宇晨一直在讲说 这个蔡伟豪觉得有点让人着急 是 不太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西凤酒 古称秦酒 始于阴沙 胜于唐宋 发展于明清 鼎盛于当代 三前年传承的奉香 中国老酒 中国四大名酒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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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两个人 是比这帮长一点 对 对吧 就是你正灯撩踢 或者说中扫 出一出 翻 就这样啊 准备点上去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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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你打 其实从这个 我们肉眼可见的啊 从这个体型上来讲 蔡伟豪还是挺符合这个75这个级别 六位瘦了一点点 对 挺修长的 但是这个刘豪良 其实他是个小胖兜的感觉 对 体脂稍微高了一点 是 快一点 赶紧一点 蔡伟豪比较精瘦一点 对 起 对 你在中演距离可以尝试一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对 确定一脚打十八斤 对 对 双方护给腿 对 对 这个顶膝跳起得不错 给一个扫踢 打完要二次 打完要二次 教练也很着急啊 哈哈 打完要二次 是的 这还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 比赛的节奏 或者说实战的节奏 可能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这个少了一点 是 有些运动员就是这样 你在比较就是 他训练过程当中啊 就是 打得都很好 比如说 打沙袋啊什么的都很好 但是 一到比赛当中 就不行 对 而且有些运动员是属于比赛型的变数 对 这个比赛状态是需要去适应的 对 加油 加油 用头顶对方 这场台还是给了一个可头指高 对 头要抬高一点 对 你的拳其实 你中 再自信一点 我觉得你 就你那位是能打出来的 他还是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比赛的一个状态 对 再走 你看就是一到那位 你看你自己不出 你自己不出 那你等什么 你等着肯定就是别人的进攻 对 你要不然就别进去 对吧 你在中眼距离 然后给扫踢 然后再找机会往里打 对 对 而不是你抱着头 你看抱着头 硬着头皮往里顶 对我顶完了又 没有太多进攻处出 哎 这两下给的还可以 所以说打开给扫踢 对 翻棋 翻棋倒 对 好分开 对 这个体能也有下降了两位 是 好 这大级别的运动员很多时候他想给重拳的时候 对 武养其实特别好体能 好还有十秒 好 担起转好 做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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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专权好像做的确实不错 防守是为了一退为进 是 他应该这么个逻辑 不是说那我今天比赛当虾包来了 对 对 我进入那边当一个锤 对 又没有自己的任何动作跟进攻输出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显得比较土狼 对吧 比你02年的孩子吧 对于蔡伟豪来讲 这场比赛之后 能够有增加更多的经验值吧 对 也防守专权做的很好的情况下 如何增加自己的进攻输出 变得以退为进 可能是他接下来需要着重 需要去克服 或者说需要去增长的一个短板方向吗 来吧 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好朋友们这是七十五公斤直通胜点资格战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场比赛 这两位年轻人 这两位年轻人究竟谁能够拿到半决赛的入场券 我们现在结果在我手上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三十比二十七 结果洪方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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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